小男孩的弟弟妹妹都出来送他了 这个男孩他承受的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东西 要为这个家里面赚钱 活得非常艰难 艰苦 别从那边 从这边下来 那边靠马路 我们就是在超市附近发现了这个男孩 我估计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进过那个大超市 今天带他去里面狠狠地消费一杯 带着这个小弟来超市里面买东西 我带小孩来到超级大的一个超市 给他来个面粉 再拿一桶油升级版的 你家里平时吃那种豆子 5公斤吧 这个面粉我给你买了一袋了 那小孩自己选 这个来个5K了 洗衣服你要买这个洗衣粉洗 给他买个洗衣粉洗衣服吧 这么小手都洗裂了都 这洗衣粉买给他 你有什么喜欢吃的零食 这个不是零食 这洗衣粉给你买了 叔叔带你去看看有什么吃的 来喜欢吃啥牛奶是吧 你给他拿一件 拿一件牛奶 还有什么喜欢的 这面包吃 这也给你拿了 这不是你的 小老弟过来一下 看这边有什么喜欢的 来这一包茶叶 上好的茶叶给他拿走吧 你问他还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给他拿了 自己去买饮料 全让他自己操作 我们不那个的 你还拿什么 我请他客 又拿了两罐这个汽水 喜欢喝汽水 我跟他说让他拿个果汁 又拿了两瓶汽水 这个是不是给他兄弟姐妹买的 要吃个鸡翅是吧 拿一个鸡翅 再拿个鸡翅 喜欢吃什么叔叔给你买 还要喝个果汁是吧 行 我们自己拿吧 拿两罐 行 这小弟就拿了这么多 他拿的也不多 其实就是一些自己喜欢喝 还有兄弟姐妹喜欢喝的这个饮料 然后还有一些家用的东西 给他拿一个尾巴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给你拿 好了 那把东西全部放到这里算账吧 我们看看我给这个老弟买了什么 有这个面粉 油 还有这个四种他们经常吃的这个穀物 这个是大米 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 10公斤 还是最大的 这都是他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 自己其实就挑了这么多东西 就是这些粮食是我帮他挑的 因为粮食的话 他可以吃很长时间全家人吃 这个也是我给他买的 那是老板算个价格吧 然后我们把钱一给 家有一包茶叶 这么多东西可以足够他兄弟姐妹 大概快活两三个月了吧 两三个月 买了很多 东西买的非常的多 老板的这个商量都算不过来 这得有个小1000多块钱了吧 以后你在街上卖鸡蛋 我拿你鸡蛋 你不能收我钱 这个账单是多少钱 14500 14500 1200吧 1200块钱 14500 OK 他给我一点优惠了 行 那我帮你把东西拿回家吧 帮那个小弟抬吧 今天他做一回老板 你问这个小孩怎么从开始到现在一直不笑呢 放到车上放到我们车上 鸡蛋我想是送给谁啊 你俩平分算了吧 下次你见到他 你可以直接拿他的鸡蛋 买了满满的一车 正常的像阿范普通人的这个工资 他就是300多块钱一个月 我们这一下开始给他们花了四个月的一个钱 谢谢大哥 谢谢啊 你给那个搬运工一点钱我给他们 没事我给啊 他们是店里免费的 跟那哥们一人分50吧 那个平常平常 行吧那走吧回男孩的家吧 回家回家老弟 你问小弟他是为什么不爱笑 他说现在我笑了 现在笑了 你又没有上学啊 他说有几次去了 但是他知道了 所以他现在就不去了 知识改变命运 还是要好好地读书 工作归工作 工作完了 你还是要去上课 知道吧 下次叔叔来了 看你卖鸡蛋 我把你鸡蛋全拿走啊 他说你下次要鸡蛋的话 我100个送到你家门口 挺会做生意啊 挺会做人啊 可以啊 这小孩挺有意思 缘分 没事 我说你很聪明 你要好好读书 他说他以后要上学 上学以后赚钱 然后做大老板 做大老板是吧 你做大老板呢 你别忘了给我送鸡蛋啊 叫什么名字 叔叔再记一遍你 叫什么名字 叫雷渣 这小孩挺懂事 挺聪明啊 7岁啊 自己进货卖鸡蛋 养全家就7个人 大家都看到 今天我们早上6点钟 就碰到他了 然后他5点半就从家里起床 然后去市里面卖鸡蛋 男孩的家啊 因为车上装了太多粮食了 刚才我们坐在车上的话 这个车就没法开进来啊 马上就到男孩家了 他们家住在最里面的一层 这一家人已经用期待的眼神 看着我了哈喽 来握个手 来 这个也是大哥啊 握个手 这是小妹妹是吧 大哥 战争给这个阿富汗带来太多 能够通过个人的能力啊 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丝 这个温暖和希望 我们帮不了他们太多 像这种家庭呢 给他们送一些这个过冬的物资啊 总比发那个大饼要强了 花不了太多钱 1400500 让这一大家子这么开心啊 哈哈哈 全家的这个希望 大个腰有伤你不搬了 东西我们全部搬下来了啊 再见啊 再见 终于愿意牵我的手了 刚才你不愿意 好了兄弟们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就买齐了 跟这个小弟还有这个大叔再见了啊 你跟他说有机会我还来看你的孩子啊 天气再冷的时候给他买个衣服买个鞋床啊 你不愿意牵我的衣服 你不愿意牵我的衣服 好的 你不愿意牵我的衣服 再见啊 好 再见 嗯 走吧 嗨 大家好 我今天在卡拉奇 巴基斯坦最南部的一个城市啊 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那个美食 和北方不一样 今天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这个是巴基斯坦的煲仔饭啊 一定要来试一下 咱们先去看看这个制作是什么样的 Let's go 这是卡拉奇的一个网红店啊 叫Redvin Sabalikum Walaikum Asalam Rice give me one OK 这个米饭是我们的 这个米饭很好吃 吃饭很好吃 这个米饭很好吃 如果一个米饭和一个饭饭 这个米饭是自由 自由 Bree OK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能够在这家店成光的吃完一盆 超辣版的煲仔饭 你将获得免单的机会 兄弟们老板说吃完一锅可以免单 这个便宜我风格不能不占呀 OK 忘了 看这个超级大碗 我觉得四个人的量都够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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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现在开始了 这个锅里面炖的是那个牛肉 还有各种香料 非常的辣 这是那个红色马沙拉加绿色的辣酒 Chili OK OK 非常好 用这个三味蒸火给它一只的炖烤 哇 这火越来越大了 非常好 现在这个汤汁已经烧开了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汤都是又黄又红 非常的辣 我能闻到那种非常铺皮的那种辣味 这样来它要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这样来它要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哦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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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nice yeah 哦 这个米饭 把这个米饭现在导入这个砂锅中 非常饿爆 哇靠 这就是两大碗啊 两大碗米饭绝对是三个人的料 这是那个清水啊 加上加上一些那个清水 对 补充一下水分 然后再加入一些食用油 这个是那个洋葱的那个洋葱干 然后再加上一些香菜 oh my god 还要放几个朝天椒啊 啊这还不算 他还给我放了一点辣椒水 加了四次辣椒了兄弟们 这还不算完啊老板现在用那个锡纸啊 给我把这个 把这个那个沙包封边 对 这样在里面会形成一个压强的反应啊 就像那个高压锅一样 非常的棒 戳几个小洞 透透气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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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算了 你吃不完等一下 你要付双倍的钱 正常的话它很便宜 刚才经过这个大火的烧制啊 现在放那个小炭火上小火慢炖 这看起来不辣 他要把这个米饭全部撑出来 要单独的吃 哇兄弟们这么大一份饭 有点像那个火山一样 先来吃一下 看到底辣不辣 没有什么味道 一点也不辣 再尝一尝那个底下的 哇这个米饭都变红的了 怎么说呢 有一点点辣 这个米饭看起来不是特别辣 但是越吃越辣 跟吃那个重庆火锅一样 我一个湖南人吃了三口 我都受不了了 哎呀我嘴兄弟们越吃越辣 头上都吃出汗来了 我在这里吃饭 这个饭我吃过了 我只能给他重新叫一份 我吃一个饭 他在卖那个书 然后我不需要那个 我就请他吃个饭吧 应该饿了 这里来了很多 这个小孩儿要吃饭 来了很多吃荒的这个小孩儿 要吃饭 OK 兄弟 哇哇哇 一块儿 一块儿 OK 一块儿 OK OK 这个是钱给我的 然后这个米饭是老板发给穷人的 我他看我发了一些 然后他也给穷人发一些 OK 嗨大家好我是风哥 我现在在那个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看到我身后这个小卖部了吗 你们是不是特别怀念这个就是那个印度的小脆球啊 然后今天让我在那个卡拉奇海边找到了 决定去试一下 兄弟们很久没有吃这个脆球了 兄弟 这就是巴尼布尼 哇 首先要把这个土豆卸到皮 对 very nice 他这个店铺开到那个大海啊 面朝大海春暖发开啊 先拿了一个盘子啊 给我擦一擦啊 很讲究用手给我抓的那个土豆是削好的 加点蔬菜 然后加一些鹰嘴豆啊 这个是祖传的那个马萨拉 马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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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红色的那个水啊 再加一些那个早上的那个酸奶啊 待会要把这个脆球看他怎么吃的啊 这个脆球跟那个印度的完全不一样 哦他不是敲动 他是完全钻碎了啊 然后放到那个食物上面 一共钻了三个 哦加了一个勺子 干净喂声讲究啊兄弟们 现在在这个海边啊吃着这个巴黎布里 然后后面还有一匹马 这马都睡着了 这东西有点酸 不知道是啥感觉啊 那个印度的那个味差不多啊 只不过换了一种吃法 这东西吃完应该对肠胃非常有帮助啊 我实在吃不下了啊 这个味道非常难以形容 然后现在来了一个老人 我准备去买点饮料喝一下啊 ok brother bye job ok ok 吃不完了 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ok 老板没有生气啊 good bye 这一个老人 躺着一个水桶啊 在这里卖饮料 再来试一试 里面是啥 这个是个神秘的那个桶啊 里面有冰块 可以把这个饮料冰镇 来个分达 快来个哪个哪个橘子汽水啊 ok 跟那巴西 啊 8000 50卢比也就两块钱啊 然后这里又来了一个神人啊 这里来了一个兄弟 他是卖那个口香糖 卖那个饼干的啊 照顾一下照顾一下这个巴铁 这里来了生意啊 跟那巴西 啊 this this 30 30啊ok not problem 可以了 又消费5块钱啊 然后 ok good bye good bye bye